中秋佳节应该是人月亮团圆的日子 但在中国仍有无数的家庭 仅仅因为坚持信仰被迫害的家破人亡 有来到自由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借此联合国大会进行期间 来到现场控诉中共恶行 现在正值联合国大会期间 各国首脑云集纽约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这场迫害已经长达22年 我弟媳王美红被迫害 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 不让请律师 我弟弟于中海迫害15年 现在放出来了 现在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大型企业的集团的会计 当时就叫我自动离职 我老公是个大学的教授 这样就找他 他也是成事不足高压 就提出和我离婚 使我家破人坏 我现在就一个人在外面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法轮功学员在此佳节之际 问候仍在中国大陆的亲人和同修 在美国生活得非常好 希望大陆的亲人 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让大家放心吧 记住法轮大法好 知善人好 中共从1999年至今 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根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 至少4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新唐人记者柯廷亭韩瑞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